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经过漫长的预购期等待 今天我终于收到实权MP33 Pro 1TB NR2 SSD 然而当我带着开心愉快的心情 开箱把它拿出来后 我是整个人大傻眼 这MP33 Pro 1TB版本 既然是用纸盒包装 而不像MP33一般版本 用透明塑胶盒的一次性包装 我实在无法用我教学识别方法 来查看它的主控晶片 是否改成连云 还是旧款的螃蟹主控晶片 而且更狠的是上下开口处都贴上封口贴纸 如果一打开还是旧款螃蟹主控晶片就完了 完全没有测试的意义 而且开封后又要退货 可能又会被加收整心费 这下可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我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在YouTube频道发文询问怎么处理才好 还好在一位观众证实下 我买的这MP33 Pro ETB版本是连云主控 只是储存颗粒可能不是长江颗粒 它买到的是海力士颗粒 原来这MP33 Pro ETB版本的颗粒也要抽抽热啊 好经过观众证实 那我们就来开箱我预购的MP33 Pro ETB M.2 SSD 首先在Pro包装上是使用纸盒包装 在寄送上会更安全一点 我想这应该是挂上Pro名称多一点的优惠关系吧 比一般版本的一次性包装会再好一点 在盒子正面印有产品照片 下方处有公司名称 左上角是产品名称 也标示它是PCIe Gen3 百事规格 右上角是用贴纸来标示你购买的容量大小 在上下开口处都有贴上封口贴纸 所以要拆钱请删释一下 免得退回去又要被要求加收整薪费 在背后则是产品规格说明 厂商资讯和5年有限保固 好快来开箱把MP33 Pro ETB拿出来 看看这次我是抽中哪一家主控晶片 哦!Yes!主板上只有左下角有孔洞 上方再配上一颗晶片 如同我贴文教学相同 这是联云主控晶片 没错这下可以放心了 而在背后有标示生产周期为2023年 第三周差不多在过年前生产的 背后没有任何颗粒 要放在笔电里面使用也不用太担心 好再来把上面贴纸撕起来 再确认一下 哦!没错是联云主控晶片 另一边储存颗粒 一样是HGCD开头编号 应该是长江颗粒 好没有问题快来上机测试吧 为了MP33 Pro ETP 免受测试时高温影响 我是加装乔斯波散热器来帮忙降温解热 至于上面产品保固贴纸 你要不要撕掉就看个人需求 我是没有打算撕掉 因为在测试中如果损坏 我还是需要走保固修理 替换新品来减少自己损失 所以全部测试出来的M.2 SSD温度 你再自行加上2-4度 计算就可以 而测试机台 也是一样用机家Z690主机板 搭配Intel 13代i9-13900K CPU 微星RX6900 XT显示卡 一样要拆下来 唉...真的有够麻烦 这张主机板M.2插槽 全部设计在显示卡下方 不拆掉显示卡 是没有办法加装使用的 所以等一下一样只能用CPU内显来测试 而主系统Windows 11 则是安装在金士顿KC2500 250GB里面 在负责传档案 培测的是SM850 500GB 读写速度有7000和5300MB每秒 你应该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是上次测试过了 宏基GM7000 ETB M.2 SSD 因为测试完后 我觉得它的性能真的很不错 就被我直接拉去做影片剪辑 应算用 如果只用在陪测 这真的是有点大材小用 太可惜了 好完成 快来开机测试吧 而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3度 有点热的台湾春天 先来用测试主控芯片和储存颗粒软体 再来确认我抽中的是哪一家 OK 没问题 主控是联云MAP1202 但是我的储存颗粒真的如观众说 用海力士176层TLC颗粒 可惜啊 我买到的MP33 Pro 1TB 只有半套用上链鱼主控 不知等一下测出来成绩 会不会比用上长江颗粒差呢 如果你是大全配版本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的测试结果 谢谢感恩啊 那首先是Crystal Disinfo 目前是全新未使用的 而在开机待机10分钟后 加装乔斯伯散热器MP33 Pro 1TB 可以压在41度 再经过我多次使用Crystal Disinfo 毒血性能测试 它的工作温度最高才45度 只提升4度而已 所以建议用便宜乔斯伯散热器 就很够用了 而且它也小巧一组 要塞在哪里也比较方便 而最后在空盘08测到读写速度 读取有3485MB每秒 写入有3130MB每秒 还好这半套搭配表现没有太差 这下可以安心了 但在4K Q1 T1 并没有因换掉晶片而提升太大效能 大约还是在中阶等级 Anda 2 SSD效能表现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 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4626分 IoPS约在33万和40万左右 看到这里真的让人感觉 它的跑分测试真的很漂亮 但在性能表现 却是一般般 并没有一起提升的感觉 接下来是大档案 读取和写入测试部分 不知MP33 Pro 1TB 可不可以撑得过去 一样用IDA64来对MP33 Pro 1TB 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还好看样子是我担心太多了 MP33 Pro 1TB 可以全程用2900MP每秒 读取速度到结束 虽然在后段有点小抖动掉下来 但影响并不会太大 接下来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哇 我的妈呀 想说前面表现那么好 现在看到这大幅度上上下下跳动写入 我又担心起来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啊 初期最高写入速度 可以达到2500MP每秒 最低可以到2100MP每秒 大约写到32% SLC模拟快取空间用尽后 就直接掉到250-290MP每秒左右 马上变成2.5寸SSD的写入速度 这还是比其他直接变成HDD机械式硬碟写入速度好太多了 所以MP33 Pro 1TB的SLC模拟快取空间大约有300GB可以用 但又不知发生什么原因 它又在42%再次掉速到100-120MP每秒的机械式硬碟写入速度 不会吧 我刚才才夸赞你有2.5寸SSD读写性能 你却马上给我打脸告诉我 你真的只有120MP每秒机械式硬碟的实力而已 而且接下来写入测试也开始出现鬼打墙现象 在那无限的轮回无穷无尽 没有办法测试到结束 完蛋了 只测试到一半空间就卡在这里 这样子不行啊 马上改用实际档案写入测试看看 一样使用上次测试档52GB 同样复制到MP33 Pro 1TB里面 而在第一次测试写入速度约在1.5-2.5Gbps每秒左右 这第一次空版08写入速度真是漂亮啊 但在我手上测试可是没有那么简单好过哦 再来是第二次写入测试 速度一样在1.5-2.5Gbps每秒左右 不错嘛还顶得住哦 看样子是我小看你了 喂喂喂喂你在干嘛 到65%直接给我掉到谷底躺平停下来不动哦 哦吓死我了 还好又跳回2.5寸SSD写入速度在100-450MBps每秒之间跳动写入 哎呀你这个人真的经不起夸赞 都给我一说完马上倒下给我顺便打脸 真是够了 但是你的SLC模拟快取空间怎么只有80-90Gbps而已 请问剩下来的200多Gbps空间去哪里了 真是见鬼啦有够邪门的 再测试第三次写入速度 哎呀更惨直接从58掉到谷底维持在200-300MBps写入 我看你应该差不多也撑不下去了吧 再来用CrystalDismark来测试一下写入17.8后的读写速度 最后读取有2604MBps写入有3085MBps 嗯怎么实际档案写入已经掉到快谷底慢慢写入中 但在上面跑分成绩确实告诉你还有3000MBps的实力 我的妈呀这是用了什么黑科技在里面啊 是喝了很多红牛提神饮料在里面吗 感觉好像只剩下一张嘴能吹嘘而已 不急接下来是第四次写入速度测试 哦不错嘛 当我在解释说明期间MP33 Pro 1TB 已经清理出不少SLC模拟缓存空间出来用 这次写入速度又再回到1.5-2.5Gbps 连在第五次测试也是没有出现掉速问题 真是个聪明小智啊 SLC模拟快取空间清理速度还真的是快速啊 但在第六次测试又出现打我脸的现象 又再掉回2.5寸SSD的写入速度 哎呀你这MP33 Pro 1TB 真的不能让人夸赞个两句吗 所以说MP33 Pro 1TB只要你别一次写太多档案进去 慢慢分批至休息之后再写入 它的写入速度都会表现不错 就算超过它最少还能维持在2.5寸SSD固态硬碟的写入速度 最后是在ATDO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以上区块 读写算是中规中矩 能达到1.2-2.0Gbps每秒表现 到256kb时就差不多能达到它读写极限值 2.8-3.2Gbps每秒 测试到最后也没有出现掉速问题 那以上是实权MP33 Pro 1TB M.2 SSD固态硬碟测试 在所有跑分测试软体里 MP33 Pro 1TB都可以达到很出色高速读写表现 可是当你用实际档案写入测试 它又是还没达到我预估的SLC模拟快取空间大小 就急掉速下来 这MP33 Pro 1TB到底是用了什么黑科技啊 来通过这些跑分测试软体而达到高分表现啊 真是厉害啊 虽然说这次换料后测试速度都超级快很多 可是它的本质性能还是一样没什么太大改变 所以这MP33 Pro 1TB M.2 SSD 我还是建议用在家庭娱乐或是文书电脑上使用 如果你要使用大量写入或是剪辑影片用 建议还是使用我测试过的宏击GM7000 会好很多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现在把MP33 Pro 1TB版本 用在剪辑影片上使用 都欢迎在下面告诉我你的使用心得 是否和我测试有所不同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